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新北市严姓南子任职于新北市土城区公所公务客临时约顾人员期间,负责节能路灯换装即维护案平和业务,涉嫌向厂商所汇200万元,厂商不愿支付向养工处检举,严南北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送案,到案后坦诚因投资失利欠债财蒙生犯意,新北的减暑金将他起诉。 2015年10月严南已离职,2014年12月起,严南在土城区公所公务客担任临时约顾人员,负责办理土城区节能路灯换装即维护案平和业务,一家照明厂商取得此为76年的标案,第一阶段进行路灯换装为节能灯具,2015年7月起开始进行维护工程,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绩效平和, 平和成绩则能换算为养工处支付厂商的工程款。 严南自2015年7月起承接此平和业务,因其投资公司失利,积欠银行200多万元贷款,为解决债务,同年8月,严南主动致电厂商经理,以有私人事情为由,邀约见面,随即告知经理,平和分数高低影响支付工程款多寡, 他曾认知养工处,认识养工处平和成绩的承办人,可帮忙提高平和分数,但要厂商支付200万元解决经济困难,还要求厂商将会款分两笔汇入其账户,厂商经理听闻后回应无法做主,需回报主管,主管得知后表示不会支付汇金, 当日就向养工处检举,未搜集证据,厂商经理还在养工处致电严南预录因存证,为了严南已由警觉,撇称,200万元是投资款,看你们要不要投资不勉强,然因严南曾开口所会,最后仍被送办,停讯时,严南坦诚因投资失利害太婚姻破裂,为弥补子女才会向厂商所会, 检方考量他实际上并未拿到汇款,事后也未积极催讨,建请法院从清量刑,以立自新。